所以有时候要看前后文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 你问三元 我们凡尘不止三元 是万元 所以才要万元放下 三元太少 凡尘要记得 原具则生 原散则灭 所以事物的本身没有本性 都是假的 原具就生了现香 原散就灭了 消失了 都是空 问的人 三元是指哪个方向 问 陈上 上一次讲十八戒那边 有讲到原生元起 在第五十八页 答 深眼十戒 这是跟陈十三个合在一起 是不是这个 你是看到 则眼语色 即色界三 而认为是三元 不是欧 是六根 六成根六十三个 那不是在讲三元 是在讲六根 六成根六十 因为六根里面眼根对色成 眼根对色成产生眼十 这个就是三 是在讲这个 然后我们耳根 对生成 产生耳食 这就是三 问 供佛有什么功德 答 供养佛就是供养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就是佛 你轻视他 你就是轻视佛 轻视自己 所以借着外表来回观自新 当你深入到最究竟的时候就是虚灵一团 只有虚灵一团都没有事情 你落入外乡 你住在外乡 那都是在一层一层底下 不会到究竟的程度 也不能解脱 要了解 凡尘鼓励人家供佛 那都是在累积我们本身的德 借着供佛来跟佛结缘 然后累积自己的德 自己的德够了 各位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听信理心法能够做得住 就是因为我们行善 善行多了让他生根 有善根要让他成熟 当善根成熟你就有机缘接触到上乘佛法 你接触到了以后 看你累积的善是多还是不多 就会影响到你了解的程度是深还是浅 是这样的 所以最重要的 虚灵一团就是我们所要追求最高的 你有形象 你执着在哪个形象 那个都是过程 经过的需要 并不是绝对 而我们追求是要追求绝对 一个绝对体 没有相对 绝对体是绝对 而且亲切的跟我们在一起 并不是要去哪里找 只要我们回光返照 全部都具足 不要有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不要有 全部佛性圆满 呈现在我们眼前 都不缺欠的也没有剩余 无欠无余就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